大家好,欢迎在线的学员,大家好,上节课我们学习了价值链分析,解决的是单一业务如何分配资源 那现在如果一个企业实施多元化经营,涉及到业务组合如何分配资源呢? 对应知识点业务组合分析 教材介绍了两个模型,一个是波士顿矩阵,一个是通用矩阵 通用矩阵啊,它是沿用波士顿矩阵的思路进行了细化 所以我们主要掌握的是波士顿矩阵 先来看一下它的思路 其实啊,思路很容易理解 现在有一家公司实施多元化经营,比如说华为 它经营的业务呢,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手机、电脑、电视这些2C的业务 针对于个人消费者 还有它传统的运营商服务 比如说啊,5G建设提供宽带业务 另外还有AI云计算的服务 这是2B,针对于企业及消费者的 最近华为呢,又设复了新能源汽车 比如说和北汽合作 当然华为啊,它具体业务有很多很多 那现在针对于这些业务,华为的资源肯定是有限的 那它接下来怎么去分配资源呢? 我如果能找到这些最有前景的业务 我就把我的资金资源投入到这最有前景的业务当中 这就是波士顿矩阵思路啊,很容易理解 那现在关键问题是 怎么去划分能够找到这些有前景的业务 分类标准啊 一个是从外在看整个这个市场的吸引力 一个是从内在看 我看我这家企业做这个业务是不是具备进行优势 首先从外在我们看市场吸引力 指的是你这个业务对应的整个市场是不是有吸引力 那一个市场是不是有吸引力 你怎么判断?如果这个市场在高速增长 那我认为这个市场肯定是有吸引力的嘛 那现在我判断市场吸引力的标准 或者说指标就是市场增长率 这指的是整个产业市场的增长率 那怎么去量化?什么叫高?什么叫低呢? 量化标准就是10% 接着我们来看 我具体这个业务是不是具备竞争优势 对应的指标是相对市场占有率 什么叫相对市场占有率? 用我自己的市场占有率除以最大竞争对手的市场占有率 如果说我的市场占有率10% 最大竞争对手市场占有率20% 那算出来相对市场占有率就是0.5 那相对市场占有率是高还是低 划分的界限这个量化标准就是1.0 那看到这个1.0它代表什么? 代表你不是第一的话 就不能说明你这个业务自身是具备竞争优势的 为什么?如果你不是第一 你是第二 哪怕你市场占有率10% 竞争对手只比你高一点 它是10.5% 那算出来这结果也是小于1的 所以这个划分标准其实有点绝对啊 但是呢 它整个思路是可取的 好 现在我就明白了 波士顿矩阵 它划分各项业务的两个标准 一个是整个市场的增长率 量化的界限是10% 还有一个是相对市场占有率 这是看企业内在这个业务到底是不是具备精灵优势啊 那这个内在的量化标准呢 是1.0 那我们来看一下波士顿矩阵 它和我们之前讲的产品生命周期 有没有联系啊 有联系 我们看这一个纬度啊 是市场增长率 市场增长率高 对应产品生命周期哪一个阶段 对应的是成长期 那下边这个部分呢 是整个市场增长率比较低 对应的呢 就是成熟期或者是衰退期 有同学就问了 那产品生命周期还涉及到一个阶段导入期呢 你真是导入期的夜晚 我不建议放在波士顿矩阵当中去进行分析 因为导入期 它的基因风险很大 未知的因素有很多 不确定性很大 所以啊 对于导入期是不是投资 导入期的业务 我到底投了多少资金 靠的是你的胆识 不是把它放在波士顿矩阵当中 这一点咱们做一个说明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 这四个相线的业务 先来看明星业务啊 明星业务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有些东西要看到相对市场占有率 它是从右往左越来越高 它很不适应啊 我们看这坐标的话 应该是横轴从左往右越来越大 这个就是定义的问题 人波士顿矩阵最开始就是这样定义的 那我们就按照它最初的定义来走 我最初定义它就叫手机 这不叫翻译器 这叫手机 那到现在我们用它就说 这手机我用它来翻译 所以这单纯就是一个定义的问题 好 我们看明星业务 它所处的位置啊 是相对市场账用率高 就说明这个业务啊 我自己啊 做的比较好 相较于竞争对手是有优势的 另外我所处的这个市场呢 也在高速增长 明白了它的现状之后 我从案例当中啊 就可以识别这个业务 是不是民意业务 那下一项工作 你要站在整个 比如说华为 它的高层去考虑问题了 我的资源到底 下一步该如何去分配呢 我的AI业务 我的云计算业务在高速增长 同时呢 这些业务也是非常险阱的 那好 下一步 侦律这些业务 我就采取发展战略 我肯定要优先提供资源呢 我肯定要抓住 目前市场高速增长的机会 进一步的提高我的市场占有率 那这样一个战略思路 其实很容易理解 你实现了换位思考之后 我立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因为它是最有前景的业务 那我的资源 我的资金就要向它投入 那接下来 具体组织形式是怎样的 刚才我们已经明确了啊 战略上 我要投入 要发展 那接下来组织形式 采取什么样的 采取事业部这种形式 为什么采取事业部啊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学第四章第一节 组织结构的相关问题 事业部 但凡你在公司工作过 都对于它有一个了解 事业部独立核算 我要想把我的资源 精准的投入到这个业务当中 如果它不是事业部 它和其他的业务 混合在一起进行核算 那说不定我对于他资金的投入 就被其他业务吞噬掉了 所以我要采取事业部这种形式 那接下来找什么样的人来管理呢 要找生产技术和销售都在行的经营者负责 因为你明星业务处于什么阶段呢 和产品生命周期结合起来 它处于成长期 处于成长期的话 你产品是什么特征啊 产品还是差异化 并没有发展到标准化这个程度 所以我还要从生产技术方面 去提高我产品的性能 我还要提高性能的空间 你真正到了成熟期衰退期 那可能你性能提高的空间就很少 我主要关注的就是如何有效高效的生产降低成本 但是现在你还在成长期 你的技术进步的空间还很大 所以要找懂生产技术的 并且呢回顾一下成长期 我们战略目标是什么 战略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市场份额 为了获得这个市场份额 你的战略路径是不是在营销方面 要加大投入 要树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啊 所以我采取事业布置 找这样的人负责 接下来我们看问题业务 问题业务它处的位置呢 是相对市场账量率比较低 然后整个市场增长率很高 比如说华为的新能源汽车业务 华为已经明确啊 它进入新能源汽车领域了 但是在路上 你有没有看到华为汽车 至少目前还没有吧 这就说明整个行业高速增长 但是我自己的相对市场账量率比较低 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我需要分析具体问题 你不能一棒子打死啊 我要站在华为高层的角度去考虑 现在有问题是事实 但是呢 这个问题能不能改进 如果说能改进 我就采取发展战略 我要增加资金投入 改进问题之后 这个问题业务就有可能变成明星业务 因为他们面对的市场情况呢 是市场增长率高 你是问题业务也是处于成长期 我解决了问题 它不就变成明星业务吗 所以能解决问题 我加大投入采取发展 那接下来解决这问题的时候 组织形式如何建立 那有问题 现在是事实 想解决它也不容易 所以要采取智能团项目组 为什么采取项目组呢 我们在第四章讲组织结构的时候 谈到项目组啊 这是一个矩阵制 矩阵制就是为了解决复杂问题 你现在有问题想改进 那肯定不是简单的问题啊 是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采取 矩阵制项目组这种形式 然后选择呢 有规划能力 敢于冒险的人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问题没有办法解决 不可能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 那如果解决不了 我还要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如果我解决不了 相对市场战略率 好 小于1.0 说明什么 刚才我们讲相对市场战略率计算的时候 说你如果小于1.0 说明你不是第一 因为相对市场战略率是用你自己的市场战略率 处于最大竞争对手 算出来结果 小于1 就说明 只能说明我不是第一 但是我可能是第二 我也可能是第二百三百 那如果说你在整个行业当中 排第二 能不能接受啊 我相信绝对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来说 这都是可以接受的 排第二有可能 它的盈利能力 或者说利润率啊 是比排第一的还要多 因为你想排第一 你可能有非常多的广告投入 研发也投入非常多 这样的你可能整个利润率还没有排第二的多 所以如果我排第二 我其实是可以接受的 那怎么办呢 我就采取收割 虽然我不能成为第一 那接下来我能赚点钱 我就赚点钱 我采取收割 短期内获得最大限度的现金收入 那如果说我排第二百 排第三百 我干一天亏一天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可能就要清理掉 这件事我就不做了 你说华为 他新能源业务现在处于什么样的状况呢 他认为啊 肯定是可以改进这个问题 至少从他主观上 他希望去改进这个问题 所以针对新能源汽车呢 他现在还是加大投入 好 接下来看现金牛业务 现金牛业务对应的啊 是整个市场增长率比较低 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等于整个行业已经进入到了成熟期 整个行业市场饱和了 我呢又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我的市场占有率比较高 比如说华为的运营商这个业务 5G的基站建设 那如果处于这个阶段的话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处于这个位置 他为什么叫现金牛业务 就是因为他会给你带来大量的现金流啊 他处于成熟期 成熟期市场规模 是不是处于一个高位啊 然后我现在呢 又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成熟期我市场占有率第一 那肯定会给我带来大量的现金流嘛 所以称之为是现金牛业务 那下一步我战略上该怎么做 其实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你现在处于成熟期 那处于成熟期的哪一个阶段 如果说处于成熟期的初期或者是中期 我认为成熟期还能保持很久 那这种情况下市场很稳定 所以接下来我要做的 就是保持现状 任何一个企业你在成熟期 你处于行业领头羊低低这个位置 那肯定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 我想保持现状 所以采取的战略应该是保持 维持现状 保持着现在的市场占有率 采取的组织形式呢 应该是事业部 另外啊 为什么找偏重市场营销的人来管理 回忆一下成熟期 战略目标是什么 战略路径是什么 成熟期我就希望获得投资回报了 那为了获得投资回报 我要保持自己的市场地位 从生产角度来说要降低成本 你要保持自己的市场地位 你是不是要偏重营销啊 那如果说我现在已经到了成熟期的末期 或者说啊整个市场已经开始负增长了 已经进入到了衰退期 那下一步 我能赚点钱就赚点钱 毕竟呢 我现在啊 还是相对市场战略率很高 我处于这个行业当中领投阳的位置 那在这样一个成熟期的末期 衰退期的初期 我能赚点钱 我就赚点钱 采取收割战略 短期内 我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现金收入 好 再来看最后一个业务啊 售购业务 不然的话 华为这手机业务啊 那肯定是在现金牛业务嘛 你看今年华为啊 他在披露他财务状况的时候 他就把这个手机业务放在了最后 以前他手机业务是放在第一个介绍的 那现在呢 放在最后去介绍他 就是在弱化他的地位 那不管是内部原因外部原因 反正现在形成这个结果 首先手机市场 这个是很成熟的 产品都是标准化的嘛 那手机市场是成熟的市场 所以他的增长率 整个市场增长率啊 就很小了 然后华为就因为芯片制裁呢 有势无货 消费者想买 但是呢 他没有办法提供货 就导致他市场增长率比较低 相对市场增长率也很低 那这样呢 就属于售购业务 那针对于售购业务 现状我们分析完了 下一步我们战略上该怎么做呢 你还是要分析一下嘛 关键就在相对市场增长率 这一块的划分 太过绝对了 我现在售购业务 相对市场增长率 小于一 说明我不是第一 但是如果说 我排第二 在一个成熟稳定的市场当中 我排第二 我排第三 依然可以带来大量的现金流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我就选择收割 但是也要为下一步做准备 那针对于这个售购业务 可能就要并入其他事业部 接下来呢 资源转移 我要提准备啊 我要把原来投入手机业务的资源 现在转移给其他业务 比如说转移给明星业务 那如果说 你手机现在相对市场账率很低 你排第二百三百 那就没有必要再做了 整个市场呢 也不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市场 你自己的排名又很低 那接下来就放弃 清理撤销 这个业务我就不做了 好 那这样呢 四个业务特征是什么 这四个业务下一步的战略选择 我们都分析完了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细节的问题啊 考试一般不会设计 你比如说 针对于华为 它明星业务啊 不止一项 刚才咱们谈到 2B的业务是明星业务 比如说它的云计算 比如说它的人工智能AI 这都是明星业务 但是你明星业务有多个 在这明星业务内部 你如何去分配资源呢 你比如说华为 它的这个云计算 处在这个位置 然后华为它的 AI人工智能 处于这个位置 这就相当于 这个AI人工智能啊 它相对市场质量率高 但是整个市场呢 还没有爆发式的增长 它整个市场增长速度 不如云计算这么快 而云计算呢 它相对市场质量率啊 相较于AI就稍微小一些 就是它自身的这个优势地位 不像AI这么强 但是呢 这个市场 它的增长率 比AI人工智能增长率要更高 那接下来我的资金 投资于明星业务 在这两者之间如何分配呢 这其实啊 就涉及到你战略决策者 你对于这两个业务的认识 我可能认为下一步啊 AI它会实现爆发式的增长 虽然它现在啊 整个市场增长率 并不像云计算那么高 但可能下一步 元宇宙概念的推出 它可能会上升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我是这样判断的话 那有限的资源 可能我往AI倾斜的 就稍微多一些 这就涉及到战略决策者 他的判断了 好 那我们认识了波士顿举阵之后 来谈一下它的贡献 首先啊 它提供了一种思路 业务组合分析方法思路 是最早提出这种思路的 同时呢 它绘制这个举阵呢 又简单明了 思路也很清楚 那第三个它的贡献呢 它指导了 我现在如何去分配 我有限的资金和资源 它主要谈的是资金分配啊 这其实也是它的不足 等会我们讲 那最后一个它的贡献呢 就是它可以指导我们的战略决策 如果说竞争对手 也是按照波士顿矩阵去进行分析 比如说我是华为 好 我做了波士顿矩阵分析之后 接下来我的竞争对手 比如说是苹果 然后呢 我把苹果的各个业务 按照波士顿矩阵基因划分 好 那苹果可能呢 AI也是它的明星业务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作为华为 我可能 AI和云计算 我着重就开发云计算 我要避免竞争吗 这是不是 把两个波士顿矩阵放在一起 就指导了我作为华为 下一步的战略决策 我下一步的战略安排 是不是就更清楚啊 但前提条件呢 是竞争对手啊 他也用波士顿矩阵分析 好 那接着我们看波士顿矩阵 它的局限性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局限性啊 你划分的维度 一个是市场增长率 一个是相对市场增长率 现实当中啊 你要想得到 这两方面确切的数据 其实是很难的 你可以看很多行业的调研报告 好 排第一的你看这个报告啊 排第一的是A公司 他市场占用率70% 好 你再去看另一个报告 同样这个行业 排第一的就变成B了 他市场占用率是65% 那到底哪一个准确啊 所以现实当中啊 你想获得这两个方面的数据 其实比较困难 你如果说这两个方面的数据 你都不能获取的话 那我们就无从下手 去做波士顿矩的分析了 接下来 它第二个局限性呢 就整个划分是比较简单的 你只划分为了四个项线 对应这四个业务 并且你也没有说明啊 具体明星业务如果有多个 下不该怎么做 那接下来第三个局限性呢 是针对于它的假设 你看波士顿举认啊 它这个维度市场增长率 就说明一个问题 说明我作为这个企业 我非常关心我的市场份额 你非常关心市场份额 非常关心整个行业 市场的增长 但是啊 你市场份额提升了 整个行业虽然规模在扩大 是不是你就一定能够得到回报呢 这个可不一定啊 假如说啊 我在一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当中 我要想获得相对市场账上率比较高 我就需要大量的投入 我就需要烧钱 我作为投资者 我是希望获得回报的 我的目的并不是说 我获得一个相对市场占有率很高 我并不是单纯为了市场占有率 这是他假设当中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假设上的问题 就是啊 针对于比如说明星业务 我要加大什么 加大资金上的投入 他把这个资源啊 主要看作是资金 其实现实当中并不是这样 现实当中可能我管理上更上心一些 我的研发更上心一些 这个是更关键的 这是他第四个决言性 第五个决言性呢 就是在现实当中运用波士顿矩阵 其实是有困难的 困难在哪啊 比如说我是现金牛业务 好 按照波士顿矩阵 他的思路 你现金牛业务产生的大量现金 你要支持明星业务或者说支持问题业务去改进他的问题 那我作为现金牛业务的负责人 我凭什么把现金去支持其他业务啊 所以现实当中会遇到很多的阻力 好 这是波士顿矩阵局限性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通用矩阵 通用矩阵 其实他整个思路和波士顿矩阵是一样的 他关注的也是两个维度 一个是竞争地位 这是我们刚才说的 我要看这个业务内在是不是具备竞争优势 另外一个维度呢 是产业吸引力 就是外在这个产业 这个行业的市场是不是具备吸引力 但是啊 他现在判断竞争地位的时候 用的不只是一个指标啊 刚才用的就是相对市场质量率 他现在用的呢 有相对市场质量率 有市场增长率 有买房增长率等等 然后针对于产业吸引力这一块呢 也是有很多指标 比如说有产业增长率 有市场价格 市场规模 你市场规模越大 那我产业吸引力就越强嘛 你如果市场价格一直在走高 那对我来说吸引力越强 总之这两个维度 现在对应的具体指标不止一个 那接下来我怎么去判断 产业吸引力高中低呢 进行加权平均 比如说负于这个权重20% 然后负于他权重10% 接下来啊 我在评价高中低的时候 我按分数来 比如说60分以下是低 60到80是中 80到100是高 然后产业增长率 这个权重是到20%啊 那产业增长率 我要进行一个打分 给出来一个打分标准 比如说产业增长率 大于15% 好我给出来 比如说是100分 然后70分60分80分 你都定义好 这样呢你可以算出来 产业增长率是多少分 然后市场价格 它是多少分 乘以对应的维度 乘以对应的权重 总之呢 我能打出来一个综合的产业吸引力 得分 然后去判断啊 是高中低 那对于竞争地位来说 也是这样 我要算一个各个指标的加权平均 然后去判断竞争地位是强中弱 那现在这两个维度 我们呢也不是单纯划分高和低了啊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九宫格 那这个九宫格的对角线 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 维持 因为对角线啊 它是一个方面强一个方面弱 或者是两个方面都中 所以接下来我保持它就可以了 如果是左上这三格 就说明情况是比较好 就说明啊 这两个维度一个方面是高 另一方面呢 可能是高可能是中 这说明是比较有力的位置 那接下来就增长与发展吧 如果是右下 右下对应呢 就是一个是中 另一个是弱 或者两个都是弱 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接下来就是停止转移撤退 关于啊 这停止转移撤退 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我们到了第三章 讲收缩战略的时候 再给大家展开去讲 其实程度啊 是不一样 你比如说我现在停止生产 和撤退 和把一些资产处理掉 那肯定啊 程度是不一样的 好 理解了通用矩阵之后 我们来看它的局限性 刚才我们讲了 纵轴呢 是产业吸引力 横轴呢 是竞争地位 好 为了判断 产业吸引力高中低 对于这些指标 我们要进行加权平均 现在是多个业务 你单一业务的话 你要算这些指标的数十 然后加权平均 这工作量就不小啊 现在多个业务 你都要算这些指标 还要进行加权平均 这就太复杂了 不具备操作的可行性 接下来第二个局限性呢 指的是综合指标中 什么叫综合指标 比如说竞争地位 好 你要算它的话 那是不是针对于这些具体的指标 加权平均呢 比如说啊 相对市场账量率 我给它的权重是20% 然后生产能力 给它的权重 比如说是10% 那针对于各个业务 你现在都这样去设计权重 其实是不合理的 有一些成熟的业务 可能相对市场账量率很关键 可能有一些业务呢 生产能力很关键 有一些业务呢 管理水平很关键 你现在不考虑业务之间的差别 我统一的就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打分 判断它的竞争地位 这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这就是通用矩阵 它两个局限性 接下来我们看教材给出来的案例 WA公司新业务的波士顿矩阵分析 WA公司呢 是国内最大的豆奶生产企业 自2002年以来 公司凭借在豆奶业的优势地位 积累了大量的资金 急需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它在豆奶行业的成功经营 使得公司在食品行业具备的品牌渠道研发 这不都是它的资源吗 好 接下来它该如何分配呢 这几个业务 第一个乳制品业 乳制品业是国内市场过去十年当中 都是以两位数的增长速度迅猛发展 那就说明市场增长率应该是高 自2002年开始 公司呢在短期内收购了 遍布全国各地的40家乳制品生产企业 实现了公司乳制品在全国范围内快速布局 占据了行业的优势地位 这就说明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那两个维度我们就判断清楚了 整个市场增长率高 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说明呢 乳制品这就是明星业务 那明星业务下一步采取的战略应该是发展 投入资金资源进一步的提高市场占有率 因为整个产业在高速增长 你高速增长属于成长期 成长期的话 我的战略目标就是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 好 再来看白酒业啊 国内名优白酒企业销售收入和利润 增长稳健 那这怎么理解 他没量化呀 你刚才起码说了一个两位数嘛 你没有量化 你要体会案例他表述的意思 不管是专业阶段综合阶段啊 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他搞不论矩阵 但是他没有量化这个问题 他没有告诉你说我整个市场增长率是多少 那你体会他的意思 增长稳健 这就说明他在谈的主要是增长啊 他想表达是整个市场在增长 好 那市场增长率就是高 06年呢 他采用控股两家酒业公司的方式进入白酒业 好 公司酒业快速增长 白酒市场债量率不断提升 那他现在说我自身这个业务做的怎么样 相对市场债量率高还是低啊 他没有说相对市场债量率具体是多少 但是他整个表述呢 是我的市场债量率增长很快 那体验的就是我这项业务相较于竞争对手是有优势的 这样你才能高速增长嘛 所以相对市场债量率高 那还是明星业务 第三是粮油业 公司呢将豆奶粉业务延伸至其他的粮油产品 然后在成熟的粮油行业成功经营 成熟代表粮油行业这个市场进入到成熟期 那如果是成熟期不是现金牛 这就是售狗业务啊 那往下我们看自己做的怎么样呢 以高市场占有率为其进一步战略扩展提供了大量资金 高市场占有率说明自己的相对市场占有率高 这样结合在一起就是现金牛业务 那现金牛业务下部我怎么做 其实啊你要看我到底处于整个成熟期什么阶段 但是粮油这是生活必需品 它会一直稳定在这样一个成熟期 它不会说快速的整个市场在萎缩 你只要人口基数在而摆着啊 它不会轻易进入到这个衰退阶段 高速衰退这不会 所以我要维持现状 保持目前的市场占有率 好 那公司呢以大食品概念为原型经营的粮油乳制品酒业 发挥他们之间的协同效应 取得良好业绩 近年来呢 豆奶业发展开始减缓 公司呢进入到了房地产行业 那基于国内房地产热 07到10年以新建的方式投资房地产业 由于经验不足 还有之后几年国内对于房地产行业进行宏观调控 房地产行业进入到了寒冬期 整个行业寒冬期说明市场增长比较低 你经验不足 你就不可能相对市场仗率高嘛 所以相对市场仗率也低 市场增长率也低 对应的就是售狗业务 那你根据他的描述 你售狗业务 你现在也赚不倒闲吧 因为你这个业务 你没有任何经验呢 你不是排第二排第三 所以我们采取的就是撤退 别做了 好 接着我们看19年的这道单选题 实行多元化经营的达梦公司 在家装行业有很强的竞争力 市场仗率达到50%以上 那根据这一个表述 我能判断相对市场仗率 相对市场仗率是用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市场仗率就大于50%了 然后除以最大竞争对手 最大竞争对手的指定 它达不到50%以上 所以算出来呢 应该是相对市场仗率大于1 好 近年来家装市场进入到低速增长的阶段 这样呢 我们可以判断市场增长率是小于10% 那对应这个业务应该是处于现金牛业务 那接下来就看ABCD 哪个是对于现金牛业务的表述 该业务采用撤退战略 将剩余资源向其他业务转移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你如果是受狗业务会有这样的选择 现金牛业务就没有撤退战略 那我们来看B选项 该业务呢 应该由生产技术和销售两个方面都很在行的经营者负责 那这对应的应该是成长期啊 你如果啊 这个业务出于成长期 那可能呢 产品还不是啊 标准化的产品 所以我需要既懂生产的 同时成长期我要达到啊 获取最大市场政策 还要懂销售的 你现金牛业务对应的是成熟期 所以啊 B这个选项也不对 C 该业务的经营者最好是市场营销 相关的人员 这个是正确的啊 因为在这个成熟阶段 产品都是标准化的 关键是我要保持目前的市场份额 D 该业务需要增加投资 以加强竞争地位 那这个可以是明星业务 或者是问题业务 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我要加大投入解决问题吧 那现在现金牛业务处于成熟期 成熟期要不然保持 要不然收割 就没有增加投资发展这一项 所以这道题应该选C 我们再来看17年这道单选题 环美公司原以家电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主 近年来逐渐把业务范围 扩展到新能源 房地产 生物之药 好 根据波士顿举论分析 下列呢 对于各个业务定位描述当中错误的是 A 新能源行业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这说明市场增长率是高 公司该领域竞争优势不足 说明相对市场战争率低 这样综合起来呢 应该是属于问题业务 那问题业务啊 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问题业务的选项比较多 如果能解决 那肯定是加大投入 解决问题吗 如果说解决不了 我还要看我到底排第几啊 如果排第二排第三 那我还是可以获得收益的啊 就采取收割 如果是我排第二百 排第三百解决不了问题 那只能是放弃 现在他给出来的 是重点投资提高市场账量率 那也可能是我这个问题能解决 所以这个表述啊 它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 并不能说它是错的啊 B 房地产呢 进入到了寒冬期 市场增长率低 没有获利就说明 相对市场占有率也低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应该是撤出 这就属于收购业务 C选项 生物制药行业近年来发展迅猛 收购了一家生物制药企业 然后我的竞争优势凸显出来 这就说明整个行业市场增长率高 竞争优势明显 体现相对市场账量率高 这应该是明星业务 明星业务就一个选项 发展提供资源 支持发展没问题 第一呢 家电业务多数产品进入成熟期 好 竞争优势明显 这说明啊 这是一个现金牛业务 竞争优势明显 相对市场账量率高嘛 成熟期的话 市场增长率低 所以啊 这是现金牛 那针对于现金牛的话 该业务增加投资力度 现金牛就没有这样一个选项 现金牛要不然保持 要不然收割 所以D这个表述啊 这是肯定错误的 你像A呢 不能说他错啊 它是其中一个选项 B也是这个道理 B的话呢 这是售狗业务 售狗业务呢 你可以撤出 当然如果说啊 我作为售狗业务 我排第二排第三 我还是能获取一定的现金牛 那当然我还是采用收割嘛 所以B呢 也是一个选项 但是D 你现金牛就没有这样的选项 所以D啊 这是很明显错误的 好 我们再来看16年单选集 近年来 中国公民的出境油市场 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市场在高速增长 实行多元化经营呢 鸿湖集团成立了旅行社 好 市场份额排第二 说明相对市场占有率低 那结合在一起 这应该是属于问题业务 整个行业发展很好 你自己没排第一 这就说明有问题选D 再来看20年制造多选题啊 凯央公司有发电设备制造 新能源开发 电站建设环保 这四个业务 这些业务呢 市场增长率分别是 5% 11% 5%和13% 相对市场增长率 也都告诉你了 好 现在呢 让我们判断可以采取收割的有什么 首先你对于每个业务 要进行分析啊 它到底属于哪种业务 发电制造呢 市场增长率是5.5% 然后相对市场增长率 大于一 这就说明是现金牛 那现金牛能不能采用收割啊 现金牛我可以采用收割 现金牛如果说已经到了 成熟级的末期嘛 我可以采用收割 如果是成熟级还能存在很长时间 我就保持啊 所以现金牛这是一个选项 所以发电设备啊 这是一个选项 接着看新能源 新能源的话 市场增长率大于10% 然后相对市场增长率呢 也是大于1.0 所以这是明星业务 明星业务呢 就不存在收割 所以啊 新能源这个就不选了 电站建设呢 它现在市场整个增长率只有5% 然后自身的相对市场增长率呢 是0.8 这就说明啊 现在我们谈这个电站业务 它就应该是属于售狗业务 售狗业务的话 那可能会采取收割战略 所以电站业务可以选 接下来我们看环保啊 环保是市场增长率很高 但是呢相对市场增长率比较低 那说明呢 这个环保业务属于问题业务 问题业务啊 有收割这个选项 所以啊 这道题应该选ABC 好 那这样呢 针对于波士顿举阵习题 我们就分析完了 那波士顿举阵考察的时候 其实套路很清楚 就是给你一个案例 好 你判断案例当中业务 到底是波士顿举阵业务当中的哪一种 然后考察的时候呢 他还经常考 你的战略选择是什么 他并不是简单的说 这个业务属于哪一种业务 你自己分析完之后 你再去判断出来下部战略选择 就相当于把波士顿举阵的主要内容 都考察进来了 两个方面 一个是你分析这个业务属于哪种业务 一个是这个业务下部战略选择 那我通过这一个案例 把这两点都纳扰进来 好 那这样呢 针对于业务组合分析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 讲完波士顿举阵之后啊 你一定要自己合上书 然后自己想一想啊 我现在处于这个业务下部该怎么做 你把这件事想清楚啊 每个业务下一步有哪些战略选择 你就明白了 明星业务我肯定要发展 然后问题业务呢 你转换思维方式啊 你就站在问题业务 比如说CEO的角度 你去考虑问题 能不能解决 好 能解决 那我发展 那不能解决 我还要看具体问题是什么 我如果排第二排第三 好 我还可以收割 如果说我排第二百三百 好 那就放弃吧 清理放弃 对于现金牛 处于成熟期 我要看成熟期还能维持多久 如果维持的时间很长 我就保持 不行的话 我就收割 最后一个呢 是售狗业务 售狗业务也是两个战略选择 虽然说行业啊 下一步增长潜力 基本上没有啊 我自己做的也不是排第一 但是如果说啊 我排第二排第三 我能获得现金流 我还是要获得现金流 我不能够获得现金流 那我在清理撤销 我放弃不做 好 那这样呢 我们针对于整个第二节内部环境分析 就给大家介绍了赵